男便女 大概一次手術就可以做完成了 我是指生殖器官部分的手術 女便男 我們目前的方法是做階段性的手術 通常要經過三個階段 四個階段的手術 要先埋尿管 然後再處理 塞除這個女生的子宮卵巢 塞除女生的乳房 等到這個埋尿管這個尿管長好之後 大概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再來做行為手術 做陰莖的重建 做完之後再經過兩個禮拜 還要做這個細部龜頭的一些雕刻 然後讓它外型更像是男生的一個外因部分 所以要經過大概 從一開始接受第一次手術到整個完成 大概需要到半年的時間 所以會比較辛苦 變女生的話就是一個階段 就完成去除男生的器官 跟重建女生的器官 有時候我們會連上班生的手術一起做 包括顏面的手術 只要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可能會一起做 那整個手術的時間 大概變女生的話是 大概五個小時 變男生的話在做顯微手術 大概是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但是它因為它很多階段 所以每個階段花的時間都不太一樣 是一個辛苦的過程 所以一定要經過精神科醫治號的評估 所以我們會在一起做 我們會在一起做的 我們會在一起做的